有一个流浪汉来到我家门前 他向我的母亲要点吃的 这个流浪汉很可怜 他的右手连同整个手臂都断掉了 空空的衣袖晃荡着 让人看了很难受 我以为母亲一定会慷慨施舍的 可是母亲指着门前的一堆砖 对流浪汉说 请你帮我把这些砖搬到后屋去 可以吗 流浪汉很生气 他说 我只有一只手 你还忍心让我搬砖 如果你不能帮助我 我不会怪罪 你何必刁难我呢 母亲没有生气 他对流浪汉笑一笑 然后俯身用一只手 拿起了两块砖 当帮过一趟回来之后 他温和地对流浪汉说 你看 一只手也能干活 我能干 你为什么不能干呢 流浪汉愣住了 他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母亲 尖尖地猴杰 像一枚橄榄 上下滚动两下 然后俯下身子 用一只手搬起砖来 一次只能搬两块 他整整搬了两个小时 再搬完 他累得气喘如牛 脸上有很多的灰尘 母亲递给他一条血白的毛巾 流浪汉拿过去 很仔细地把脸和脖子擦了一遍 白毛巾变成了黑毛巾 母亲又递给他一杯水 一块面包 临走的时候 母亲又给了他二十块钱 流浪汉接过钱 感动地说 谢谢你 母亲说 你不用谢我 这是你凭你的 力气挣的工钱 流浪汉感激地说 我不会忘记你的 他向我的母亲 深深地鞠了右躬 就昂首上路了 过了一些天 又有一个流浪汉 来到我家门前 向母亲祈求施舍 母亲让他把屋后的砖搬到屋前 照样给了他水 面包 还有二十块钱 我不解地问母亲 上次你叫人把砖 从屋前搬到屋后 这次又让人把砖 从屋后搬到屋前 这是要干什么 母亲说 这块砖放在哪里都不重要 我撅着嘴说 那就不要搬了吗 母亲摸摸我的头说 可是 对于流浪汉来说 搬砖和不搬砖 那可就搭不一样了 几年之后 有一个很体面的人来到我家 他西装革履 气度非凡 跟电视上的那些成功人士 看着很像 美中不足的就是 他仅有一只左手 右边的一条空空的衣袖 一荡一荡的 他握住母亲的手 俯下身说 如果没有你 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流浪汉 因为当年你让我搬砖 今天 我才成为了一个 所谓的成功人士 母亲说 这是你自己干出来的 跟我没有关系 那人挺着身子 看着母亲说 是你帮我找回了尊严 找回了自信 就在那一天我才知道 我还可以干活 我有能力做一些事情 独必的他 为了感谢母亲 还赠送了我们一套房子 比我们现在的房子 要好很多 母亲说 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他问为什么 母亲说 我们一家人 各个都有两只手 可是他坚持地说 我已经替你们买好了 母亲笑一笑 那你就把这个房子送给 连一只手都没有的人吧 这个故事 并不是行善的故事 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有关于教育的奥秘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孩子 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是不是很像个流浪汉 他们没有能力 他们弱小 他们需要我们的施舍 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们呢 有的父母 就真的把孩子 当成了流浪汉 当成了乞丐 他们把衣服给孩子穿好 把网块担到孩子的面前 把钱塞到他们的手里 然后对他们说 看 是我在辛苦地养着你 于是孩子真的变成了 流浪汉和乞丐 在父母日复一日的施舍当中 他们慢慢失去了自信 失去了尊严 失去了生存的能力 然后会大声地说 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会做 但是通过这段故事 作为父母的我们 也应该好好想一想 对待孩子 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 孩子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他们确实弱小 确实需要我们的帮助 但绝不是施舍 他们不光要得到关爱 更需要的是 能够得到关于独立的培育 得到希望和梦想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